比特幣 是一種由開源的點對點技術 P2P軟體產生的數位貨幣 虛擬貨幣比特幣的概念 最初是由一個匿名 並且自稱是日本人的中本聰 在2009年1月3日提出 與大多數貨幣不同的是 比特幣不依賴於特定的中央發行機構 而是使用遍布整個電腦網絡 點對點技術 簡稱P2P的網絡分散式資料庫 來記錄貨幣的交易 並且使用密碼學的設計 來確保貨幣流通各個環節安全性 例如 比特幣只是能夠被它的真正擁有者使用 而且僅僅一次 支付完成之後 原主人 即刻失去對該份比特幣的所有權 比特幣的特徵 比特幣被設計為允許匿名的擁有權和使用權 比特幣 既可以以電腦檔案的形式 即是比特幣錢包 保存在個人電腦裏面 例如 比特幣點對點P2P的分散式特性 以及不存在中央管理機制的設計 確保了任何機構 都不可能操控比特幣的價值 或者製造通貨膨脹 因為比特幣在2009年設計的時候 已經被限制了 最終只會有大約2100萬個比特幣 不像世上所有貨幣 可以由政府或者銀行任意印製 現在每10分鐘 在網絡上生產大約25個比特幣 而所生產的比特幣 是以一種類似彩票的形式 分比願意用電腦資源 共同管理比特幣交易的人 而這就是所謂的挖礦 另外 每年生產的比特幣是按年低減 一直到大約2140年左右終止生產 在剛剛出現的時候 比特幣幾乎是一文不值 1美元平均能夠買到 1309.03個比特幣 但是一個比特幣的價值 曾經在今年上升至266美元 對比2009年的時候 已經上升了34萬倍 沒錯 是34萬倍 而且還要是在這4年裡面 升了34萬倍 而現在就是大約是100多美元 比特幣主要特點有 第一 去除中央化 比特幣是一種分散式的虛擬貨幣 整個網絡由使用者構成 沒有中央銀行 沒有匯款限制 沒有不合理的手續費 去除中央化是比特幣的安全 和自由的保證 第二 全世界流通 比特幣可以在任意一台 接入互聯網的電腦 或者智能手機上管理 不管身處何方 任何人都可以挖掘 購買 出售 或者收取比特幣 沒有人或政府可以控制比特幣 第三 專屬所有權 操控比特幣需要保安密碼 它可以被隔離保存 在任何儲存界面 例如電腦硬碟 USB手指 除了知道密碼的人之外 沒有其他人可以獲取 第四 低交易費用 基本上 用戶是可以免費 匯出匯入比特幣 但是現實裡面 現在每筆交易 將會收取大約 0.001比特幣的交易費 以確保交易更快執行 而當更多人使用比特幣的話 交易費用就會越來越低 第五 無隱藏成本 當轉賬比特幣的時候 比特幣沒有繁瑣的限額度 和手續限制 只要知道對方比特幣位置 就可以進行支付 第六 交易買賣比特幣的方式 可以到一些流行的比特幣市場 以類似股票買賣的方式 經加買入或者買出 亦都可以作私人買賣 或者用電腦參與比特幣的運作 即是掘礦 來讚取比特幣 第七 理論上是不滅的設計 由於一個比特幣的正式錢包 都是以壓縮和加密的方式 包括了比特幣 由第一日開始的所有交易和生產紀錄 所以只要世上 存在一個比特幣錢包 所有帳戶資料都可以得以保存 所以 比特幣可以說是已經解決了 現存貨幣的所有問題 而就算是出現 如Webbot和Farsight的搖示者 所預測的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Bitcoin 就成為唯一一種能夠正常運作的貨幣 並且是全世界貨幣問題的終極答案 所以 有可能比特幣就是Freemason 為了預備全球性海岸線事件之後 世界經濟完全崩潰 就如同現今一元美金上所說 鳳凰從灰盡中復活 而預先創造的世界貨幣終極答案 換句話說 有可能是聖經體事錄所說的666經濟系統 更有趣的是 比特幣在掘礦的時候 它的單元稱為一個Block 正好對比美金一元紙幣上 組成金字塔的專塊Block 並且在現今一元美金上面 任由New World Order 新世界秩序出現的金字塔 難道是早已預言 將出現一種如同金字塔一樣 生產數目不斷遞減的貨幣 最終成為666呢? 全че集團 新世界秩序出現的東西 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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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